祖孫一起用色笔在折成房子造型的图画纸上 以阿公阿嬷的一天为主题,画出日常生活情景 不管是画阿嬷去爬山,或是全家一起到郊外踏青 都在彼此心中留下珍贵回忆 我在画阿嬷一整天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去两台教花 那你等一下还有准备要画什么吗? 要画花园 跟阿嬷在一起很幸福很快乐 今天很高兴啊,有这个活动啊 然后昨晚我告诉他们说今天要参加这个活动啊 小朋友就很缺要 然后我本身我当阿嬷的啊 我也很高兴他们愿意跟我一起出来 分享这个活动 我就觉得这种活动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跟我们的孙子很少有机会一起出来 然后借这个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能够互动又多学习 是很高兴啊,我们祖孙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渐渐长大了 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好像相对在减少 所以我们是永远就留在我们的美丽美好的回忆里头 很开心今天能够跟孙女的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住在一起 然后也没有什么互动 那借这个机会也促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那也很感谢图书馆还有举办这种活动 让祖孙能够有机会相处 你跟我分享一下孙女今天画了什么呢 外婆的一天就一个房子这样 然后她现在先画了一个 我在床上在玩手机 我觉得很好耶 因为我们就有互动 我可以帮忙她 然后她也学习到很多的这些活动 就是说一些怎么样去做 像这个我们本来也都是不会的嘛 然后现在就学会了 然后以后她也可以交给她的同学 很好啊 给孩子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才不会像他在家里都没有 在家里都没有事干 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才好 出来外面走一走很好 对 结果小孩子在放暑假 放暑假我说不到去不来图书馆看看 在家里一天就要看电视 就喜欢看电视嘛 所以干脆去外面走一走 是这样 好那姐姐来跟我简单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主题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 祖孙化家常世代搭桥梁活动 邀请亲子专家带领祖孙 透过趣味绘本一起听故事 分享生活点滴 并引领创作表达情感与体验 那因为现在适逢暑假 所以我们希望安排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让祖孙参加可以增加他们的互动 那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一些创作的课程 那透过手作的课程可以让祖孙们的一些关系更加紧密 那今天的课程我们有安排就是绘本的创作跟长者说故事 那我们有邀请专家那就是进行绘本的一个分享 让祖孙一起听故事 那透过绘本的创作让祖孙们就是可以记录一下阿公阿嬷的一天 那可以分享阿公阿嬷还有祖孙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我们有邀请之前参与活动的长者来说故事 那长者会用自制的一个故事绘本 然后以幸福跟快乐一天为主题 来进行他们的一个生活经验的分享 让现场的祖孙们也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做一个故事跟生活经验的一个交流 因为这些热灵课程阿我们都会把一些健康的元素 还有一些跟沟通互动的元素放进去 所以长者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热灵课程 其实主要是我们鼓励他们出来愿意走出来 另外就是透过课程跟其他的长辈沟通 其实可以增进他们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交流 那另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也是提升长者在心灵层次的一个就是自我提升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热灵课程阿 其实长者在身心灵的部分其实都有一些增进 我们这边是台北市立图书馆大同分馆 那我们这一间是祖孙代监共学中心 那我们大同分馆长期以来都服务大同区的热灵朋友 以及我们的小朋友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中心可以让我们的祖孙们可以来一起来这边玩桌游玩游戏 那我们今天跟大同健康中心合作这个活动呢 也希望藉由借此能够让他们一起共同的参与 然后一起有共同的活动 然后让他们能够持续的然后来我们这边使用我们这边的资源 这样谢谢 活动还邀请英法志工分享自制绘本 运用色纸拼贴及图画 诠释丰富的乐灵生活 除了帮助志工提升自我价值 也分享丰富的生活体会 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是小鸟幸福的一天 然后这里面有那个 在太阳五彩缤纷的天空上飞翔 飞到花园后看到漂亮的花盆 小鸟觉得很幸福 蛮快乐的 像我们老人家跟小孩要有同样的那种兴趣 这样子比较好玩 因应台湾高龄社会趋势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希望透过举办各种乐灵健康促进活动 鼓励长辈多多参与 丰富饮法足的生活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谢谢